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的这封信呀 是江苏的一位小朋友写来的 他提出一个问题 说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居然有偷窃的行为 决定不再和他交往了 但究竟要不要告发 他又觉得很矛盾 他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种事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样 答不出来了吧 告诉你吧 这位小朋友应该是情节的严重性 做出不同的处理方法 还要做不同的处理 怎么个不同法呀 嗯 像有些小朋友偷窃东西 只是因为幼稚 还分不清是非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作为他的好朋友 可以帮助他分析偷窃行为的恶性后果 让他把东西还给人家 让他改正错误 嗯 毛大哥说的对 那位偷窃的小朋友 我想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这么做的 如果偷窃行为很严重 偷窃的数量很大 我们又没有力量来阻止他时 就应该寻求大人的帮助了 是啊 小朋友们可以去找老师 也可以找这位同学的家长 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处理 嗯 说的没错 希望我和陶器的解答 能够对小朋友有所帮助 因为能够帮助大家 是我和陶器最大的快乐 在接下来的谐星表演 鸟人飞行秀中 蓝猫对于自己化妆后的外形 非常满意 为了能有很好的表演 蓝猫特意找到了 飞行特技老师 小鸟小栗子 我要飞得很远 我要像鸟儿一样 潇洒地飞翔在天空 这一名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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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飞人 有小栗子老师对我进行飞行特训 明天的鸟人飞行秀 一定会成功的 赶猫 加油 鸟人比赛不止要飞得软 还要动作造型优美 这些道具都可以带上 好 出发 小栗子老师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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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飞人来咯 世界第一的卡通巨星来咯 这个地方还不错 小栗子老师怎么还没到啊 不管了 先自己试试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世界第一的卡通巨星首飞现在开始 请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吧 好了 准备起飞 不抛弃 不放弃 再来 我蓝猫是不会输的 妙人飞行秀像鸟儿一样起飞 我是不会放弃的 飞行秀开始咯 飞行秀的感觉可真好啊 我要飞到总员 小栗子老师 经过我多次试飞 我总结了一个经验 之前是因为翅膀太小了 现在我准备了大翅膀 您就看我蓝猫的表现吧 不会让您失望的 蓝猫 光有大翅膀是没什么用的 你要知道 鸟儿会飞 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对翅膀 老师 您就放心好了 不抛弃 不放弃 是我的座右鸣 一定会飞得更远的 蓝猫 等等 别这么冲动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蓝猫 你还必须要掌握 对气流的驾驭能力啊 放心吧 老师 瞧我的造型 怎么样啊 飞起来了老师 够酷吧 怎么又和徒弟公公幸运接触 小栗子老师说的没错 换一个高点的地方 我一定能够飞得更远 可真高啊 蓝猫 知道为什么飞不起来吗 就是因为你对气流的驾驭能力不行 现在换个高点 训练你对气流的驾驭能力 可是这么高 一般人来到这就止步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学院的预备学员中 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飞人 嗯 好 我可不是一般人 我要做自己 做第一 做世界第一的卡通巨星 哎 蓝猫 你干嘛呀 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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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卡通巨星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可以飞得更远 你这样还剩不远呢 必须先换上滑翔翼 滑翔翼 我怎么飞不起来了老天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梦想 蓝猫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我还是不能像鸟儿一样飞 那是因为鸟儿的骨头大部分都是空的 身体非常轻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怎样才能飞起来呀 人们为了实现飞翔的梦想 研制出了滑翔翼 真的 你怎么不早说 我的梦想可以实现了 我是想说的 可是你总得给我机会吧 啊 stop 我知道了小栗子老师 吵吵吵吵吵吵 鸟人 走喽 哎 这个蓝猫 真是的 怎么每次都不等我把话说完呢 哎 用滑翔翼还得掌握飞行技巧啊 嗯 我要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嘿 啊 哎 哎 起飞喽 耶 哎 哇 飞翔的感觉可真好 往左旋转360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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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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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尝尝要寒鸟人来喽 就这样 通过蓝猫的辛勤努力 在第二天的鸟人飞行秀中 蓝猫凭借在空中的优美动作 和飞行的最长距离 成为了学院自创办以来 第一个有悲人称号的预备学员 好了 小朋友们 动画片结束了 还是再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上来吧 如果你发现好朋友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碍于好朋友的面子而听之认之 一定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没错 现在揭晓上期有讲静达的答案 下列每种气体的大量排放 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正确答案3 二氧化碳 怎么样 小朋友 你答对了吗 继续关注我们的蓝猫问问答 你还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呢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位叫三三小朋友的留言 他说晚上的时候天上好漂亮啊 好想到月亮上去呢 他想知道月亮上面有人吗 想知道答案的话 让我们的动画片来告诉你吧 大家可要仔细看哦 节目后面还有更多的惊喜 等着你们呢 月亮上面有人吗 科学家认为 月球在刚刚形成的时候 可能和地球一样 也有水和空气 而且月球也有吸引它们的引力 但是月球是个小天体 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月球的表面积大约是地球的十三分之一 比美洲大陆稍微大一点 月球是一颗比地球小且轻得多的星球 所以啊 它的吸引力要比地球小得多 上面的任何物体只要秒速达到24公里 就会摆脱月球引力 飞向宇宙而不再回来 气体分子在那样的环境下 要达到这种速度是十分容易的 所以啊 月球上不能留有空气 月球上的水也会变成水蒸气和空气一起逃逸 因此 月球上成了一片荒凉的世界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类是不可能在上面生活的 所以 月球上没有人 也没有任何生命 小朋友们 看完精彩的动画片 现在你们知道月球上是没有生命的吧 那猫大哥可要出题目了 知识有奖劲的 月球的表面积大约是地球表面积的多少 一 十三分之一 二 十分之一 三 八分之一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拨打蓝猫快乐热线11696200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片吧 我们是好好的好朋友 我们是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展翅飞翔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站翅飞翔 像是心中的方向 站翅飞翔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